指揮中心宣布 現在全球都列入了第三集警告 換句話說從21號的零時開始 必須要避免所有的非必要出國 而孫生昌更加碼宣布 從現在開始出國 回國之後將領不到補助了 而提前一部已被宣布禁止 出國的全台高中職以下師生 現在教育部也加碼公告 非經專案許可 在7月15號出國的教職員和學生 將處5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還 大家真的要自覺 沒事你出國幹嘛呢 對啊 就是你會影響到別人 也會影響到自己 這樣真的非常不好 像現在高中生的狀況 其實大家都停課之後 其實家長應該也是很 也是要互相協調 如果真的不是必要 還是不要出國 即便大學師生受大學法規範 不在限制範圍 但各大學就怕成為防疫漏洞 台北醫學大學公告到6月底前 若非必要禁止師生出國 世新大學則在官網宣布 至本學期結束為止 師生要出國 需承報校長可准 無急迫信者一概不予同意 是大野發校內心 提醒師生 對學生雖然不能說絕對的禁止 可是也用苦口婆心的勸告 請他們就不要避免出國 那對於老師的話 私人在原則上學校就不會同意 有鑑於北部一所高中增至三起確診 現行教育部停課標準 一起全班停課 打兩確診全校停課規範 教育部初步判定 暫不跟動 教育部也跟指揮中心其實是密切的在聯繫 也觀察 最近所產生的確診案例 都是從這個境外移入 目前我們應該還是以停課的相關標準來做這個準備 防疫非常時期 境外移入校內群聚成關鍵 政府繼重罰 助盼第二波疫情能全面防堵 謝謝聯盟窗裡沛宣